嗨,大家好,我是墨金哥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册新闻 这册新闻是什么新闻呢 我们一打开面子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一册新闻 而且这册新闻在大家注意的时刻呢 都非常的红 这两个人是谁呢 等一下我就跟大家揭晓 这件事情呢,闹得沸沸扬扬 当然是我们的鸟神王雷大哥 在面子时里面一些闹剂 最近动手打人 而且到底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 我相信大家也希望一些人去出来讲 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而且这个恩恩厌厌 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去了解 而且没有人会明白 他们里面到底 恩恩厌厌是如何发生的 今天是2023年11月12日 我看的一册新闻 就是中国报 鸟神上的记者招待会 召开记者招待会解释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相信很多人都注意到这册新闻 这件事情是否会告了一段落呢 没有人会知道 而且呢 我相信还是有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这样慢慢的接下去 说到那天 我们的槟城鸟神 就是马来西亚的代表 鸟神 去挑战王雷的儿子 然后差一点 打起架来 这些闹剧呢 我觉得呢 恩恩厌厌不是一天一日 所以发生的 可能他们自己有私人恩厌啊 或是等等啊 但是无论如何 我相信这些都会告一段落 因为我们是在社交媒体嘛 网络嘛 就把它当作一出戏 好不好 如果 他们两个 就是放不下面子 我这边有个提议 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 这个提议 看下去 你一定知道 我讲的是非常震撼的 我本人非常不赞同 处理事情 用暴力来去处理 打架吵架 都是双方放不下面子 才会吵架的 如果有一方会忍一忍 放下 那就会 没有事发生啊 所以 我说 打架吵架 都是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到底哪一方对 哪一方错 我们 集外人 而且我们也不在现场 怎么去做一个评理呢 说了一句话 两个 都 有年纪的 就好像我这样大叔 为什么不要学习 放下呢 一句话 放下就没有事情了 当然呢 在面子时候里面 你有你的粉丝 我有我的支持者 我为什么要让步呢 而且这个事情 会把他们的引流 而且把他们的粉丝 更推上 更上一层楼 很多人都会玩面子书 我当然 我本人也是 有玩的 面子书 蛮多年的 所以我看到一些人为了要红 而且把一些很小的事情闹得很大 而且越闹 越大 越发 一发不可以收拾 我两个都是自己粉丝心目中里面的英雄 我就是不可以输 如果大家都输不起 那就坚持不下了 如果王雷和鸟生 两个可以握手沿河 那就是一个和气色产 双赢的局面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 对不对 当然也要希望有网络一个出来 做证 做何事佬 就没有事情了 不要把他闹大 然后闹上法庭 而且会发生一些流血事件路口 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我本人呢 虽然是一个小人物 我想牵这两个网络大哥方向 然后我们都要做生意嘛 要引流嘛 对吧 不要把事情闹得一发不可收拾哦 在很多年前 有一个自称网络大哥 网络艺哥的媒体人呢 作风非常大胆 喜欢羡富 把自己的豪车豪财 献入出来 然后分享给自己的粉丝看 而且这个感怒感言的作风呢 引起了非常多的粉丝 当然呢 我们不敢做 因为我们的脸皮不够厚 而且我们的头脑也没有这么好 为什么 因为他一早就看到这个社交媒体 应该是要怎么做 才可以引流 才可以把自己的生意放上社交媒体 很多人在做社交媒体呢 只是喜欢把自己吃的一些东西拍一拍 然后把自己的一些生字拍一堆啦 放上去 这个对你的网络生意是一事无补的 只是当作一个消遣 但是这个网络艺哥 他一早就知道这个媒体是怎样玩的 当然呢 我们现在看到呢 很多人都慢慢的知道这种作风 而且越做越离谱 越做越大胆 而且脸皮厚而不紧 最要紧叫做红啊 很加 这就是好像一个闹剂 就好像是港剂 连续剂 看过了就算了 把它当作一出戏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看社交媒体 看这些闹剂 不要太认真 不要把它当真 而且这些联系剂的 看下去的慢慢你就会知道 看到最后他的结局是如何 谁胜谁负 并不重要 最重要是把你的粉丝引流进来 这样的玩法就是一个大咖的玩法 所以我告诉很多朋友 你要做网红 你要搞 不妨跟这些网络一个写一写 他们的手段太厉害了 他们的花招太厉害了 但是你的脸皮要够厚哦 面子书里面 口才也要稍微一点点好 不然的话 在狡辩的时候 辩不起就不行了 好像我们讲话 讲不出 不行了 说我们的新加坡网络一个网雷 粉丝超过一百万 当之无惠 但是很多人就是因为他的作风 喜欢讲一些黄色叫话 Hamsab的狗仔啊 或是讲一些脏话 很多anti uncle 就有一点不大高兴 但是他的粉丝还是不断的长 因为人家都把它当作 这是一个电影 这是一出联系集 慢慢的看 这是一个消遣的频道 不要太当真 那我本人 自己觉得网络 应该是比较有一点文化 不可以讲脏话 也不要常常讲 网社交话 但是如果你要红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一些动作 然后讲到 这个动作呢 很多人都有做过 包括我们的 呃 油管 一个YouTuber 王明志 在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看 他自己说 我拍的视频没有人要唱 我唱的歌也没有人要 但是他突然有个idea 不小心的爆出了 爆出就是讲一点脏话出来 哪里知道 那一时候他就爆红了 而且一直红 红到现在 2023年 所以 要红 一定要有一些 暗招 好 刚刚我跟大家说了 我有什么提议 在最后我就要宣布了 看到最后 就给大家一个提议 而且是震撼的 如果你是觉得有帮助的话 就跟这两位大哥讲一讲 我的提议就是 既然你们两个都放不下 越闹越大 打擂台 打擂台 就是上擂台 千胜十业 谁胜谁富 就定个字子 在哪里 地点 因为 我看 我们的社交媒体 是十年来 是第一件大事 而且是非常轰动的 所以我这个提议 只是说完完 也不是当真的 大家不要 真的是把它当真 因为 我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 而且 如果这样 下去的会越闹越大 一闹的 不可以收拾那种 不好玩 哪在 我说 只是一个提议 但是 也可能会 变成 真的 事情 好 阶级如何 我们看下去 自由揭晓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今天 就要跟大家 讲的就是 社交媒体 有它的文化 有它的作风 大家 不要把它 当 真 也不要太认真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回再见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